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的模型了 然后首先我们需要定义这么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VocivSize 它就等于我的Vociv的大小 为什么需要VocivSize 因为在这里我预测的是下一个字符 因而我需要预测出来每一个字符的概率是多少 因而我需要VocivSize 它就相当于是类别数目 然后就是Embedded 在之前我们的Embedded比较小 设成的是16 但是因为我们的词表比较大 在这里我们的词表其实比较小 只有60多个 因而我们可以把Embedded设大一点 在这里我们设成256 然后就是rnUnith 就是rn的模型的宽度 在这里我们之前设的也比较小 都是32 64 在这里因为我的VocivSize比较小 我也可以把它设大一点 把它设成1024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函数来建立模型 还有这么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VocivSize 第二个就是Embedded 第三个是rnUnith 第四个就是BudgeSize 然后定义模型的方法 跟我们之前是类似的 我们在这里使用 keros.models.sequential 来定义模型 首先我们是要定义一个 Embedded层 还有这么几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VocivSize 第二个就是Embedded 设定 第三个还有一个是BudgeInput 等于BudgeSize 然后这个参数 它指定的就是说我输入的大小是多少 然后有了Embedded层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加一个SimpleRn层 然后SimpleRn有这么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Unith 它就等于我的rnUnith 然后还有一个参数叫做ReturnSequences 等于Tru 为什么这个参数要等于Tru 这是因为我们在定义输入输出的时候 我们的输入是一个序列 输出也依然是一个序列 因然我们的模型 它要预测的其实也是一个序列 而在这里我的rn返回的还是序列 也就是说每一步的返回结果 都要在最后的返回结果中 这样我反过这个序列就可以和我的输出的这个序列去做损失减数的计算了 好 那么添加这一层之后 我们还要添加一个全连接层 然后全连接层的输出就是我cap set 这里就没有几乎函数 然后我们把这个model返回回来 这样我们的定义model的函数就写完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model定义出来 它就等于我们刚才寄争出来的那个vocable size 然后embidiendim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embidiendim 然后rnunis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rnunis 然后batch size就等于我们刚才定义的batch size 好 这样我们的一个model就定义好了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model summary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定义成功了 然后有了模型之后 虽然还没有进过训练 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模型去做预测了已经 在这里我们试验一下来看一下模型的输出是什么 使用的方法就是我们把model直接到它一个函数来用 它的参数就是我们的这个input 然后我们打印下这个输出的size 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example batch prediction的shape 它是64乘以100乘以65的一个矩阵 其中64是它的batch size 100是句子的长度 65是这个vocability size 然后最后一个65它相当于是一个类别预测 就是这65个字符分别是一个类别 然后我预测出来的这个结果 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概率分布 然后在有了这个概率分布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随机采样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随机采样 就是因为我们做的任务是文本生成 我们在做文本生成的时候 我们在每个位置上都会得到一个这样的概率分布 然后我们会通过随机采样的方式 基于这个概率分布来生成一段话 在这里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用概率最大的值 来作为当前位置上的一个预测值 在这里如果你使用概率最大的值的话 那么这个策略就叫做贪心策略 然后如果你使用random sampling的话 那就是随机策略 它们只是不同的策略 没有好坏值分 那么在TensorFlow中 我们该如何去实现这个采样呢 TensorFlow中实现采样 也只是用一个API就可以实现 这个API叫做tf.random.categorycall 它的输入是一个logis 在这里 因为我的模型的最后一层 输出它没有机构函数 所以说它就是logis 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logis的概念 logis就是对于分类任务来说 在计算softmax之前的那个值 就叫做logis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example Budge Prediction的第一个样本给输入进去 因为一个Budge中有64个样本 所以说它在这里是一个三个矩阵 我取出来这个0之后 这个exampleBudge Prediction 0的这个size就是100×65 然后它还有一个参数就是nsamples等于1 在这里它可以等于多个数 这样就可以采样出来多个不同的序列 在这里我只用了这个1 所以说相对于这个碳性算法来说 这个随机采样的这个方法可以产生多个序列 而碳性算法就只能产生一个序列 然后它会返回这个采样出来的这个序列的 所以就是每个位置上 对应的所以是什么 而这个所以对应的就是类别 就是字符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这个sampleindices 然后我们再来检查一下代码 然后在这里这个nsamples应该是number samples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发现它得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tensor 这个tensor它的shape是100×1 这是因为我的exampleBudgePrediction 它的size是100×65 因而对于我的这个categoryCard2 函数来说它对100就是100中的每一个位置 都去做一个sample 然后确定出来一个index 所以说这个65就被削掉了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100×1的一个矩阵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作与的维度1给去掉 去掉的方法就是我们调用这个tf.square方法 然后我们再来打印一下这个sample index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就发现经过这个square之后呢 它的shape就变成了100 就是变成了一个长度为100的一个向量 然后在这里我们再把它的input output 还有它的prediction的这些字符串都打出来 然后它打的同时我们依然是使用这个iEPR 然后同样的就是output 然后它是don't touch it 然后我们再打印一下predictions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依然使用iEPR 然后在这里我们的输入就是我们这个sample的indexes 我们再在每个的中间再打印一个空行出来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这个输入和输入量都是正常的 而对于我们的predictions呢 它就是一个wgw的一个值 然后在这里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模型还没有经过训练 然后在这里呢 之所以给大家讲这个tf.random.category 烤API还有这个tf.square的这个API 就是因为我们在后面训练完模型之后 我们去做文本生成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到这两个API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定义我们的模型的损传数 然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损传数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的实际上都是使用cars模型 然后在compile模型的时候呢 指定loss是一个字符串 就是那个spars categorical cross entropy 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我们在讲基础API的时候呢 我们还讲了自定义的损传数 在这里呢我们就使用自定义的损传数 在这里呢我们就使用自定义的损传数 然后在这里呢我需要计算的呢 其实是一个softmax cross entropy的一个损传数 在这里呢我就直接返回cars.losses.spars cars.recall cross entropy labels.log is 还有fromlog is 这个准数呢 这个准数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 一直用的那个字符串所对应的准数 只不过我们在用这个准数的时候呢 我们在cars的moreland的条件下呢 它不是从log is里面来的 因为我们一般会在这个sense准数的时候呢 我们会定义这个activation 等于softmax 所以说我们在之前使用那个字符串 sparse categorical cross entropy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输入呢其实是一个概率分布 还有我的这个真识的ground truth 但是在这里呢因为我没有加这个机构函数 所以说呢我在这里呢 是从这个log is里面去计算的 因而呢我加了一个fromlog is等于true 然后有了这个函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compile我们的模型了 optimator等于adom loss等于我们现在定义这个loss 有了这个loss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去直接计算我们刚才的那个 examplePatchPredictions和这个target examplePatch之间的整常数 这里呢我就直接计算一下 然后我说呢就是一个target examplePatch 还有我的那个log is 就是examplePatchPredictions 然后呢我们再打印一下这个exampleLoss的shape 然后呢我们再打印一下这个exampleLoss的一个平均值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代码 这里呢这个carus的里面呢 它是没有这个loss的这个次空间的 这个次空间呢应该是losses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一个loss 它的shape呢是64乘以100 而最后呢那个65呢应该已经消掉了 因为以前计算的loss 而这个loss的均值呢就是4.18 然后再把模型compile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训练我们的模型了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模型呢 给保存下来 因为我在训练的时候呢 是不会去做这个随机彩像去生成文本的 我们只是在训练完模型之后才会去做 所以说呢在这里呢 我建议供应家来保存我们的这个checkpoint 如果供应家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就去创建它 然后呢我们定一个checkpoint的prefix 然后呢我们定一个callback 然后这个callback呢我们在第一次实验的时候呢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callback就是Save withPlan. 这个为我们撑成处 我们只保存它的这个with 就是它的权重参数的值 然后有了callback之后 我们又再定义一个epox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训练了 在这里我们速度就是sequence dataset epox就等于我们刚才定义的epox 然后callbacks就等于我们刚才的checkpoint callback 然后这样我们的代码就写完了 然后我们来检查一下 然后就少了一个t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 我们的程序就运行完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loss 从第一次迭代后的这个2.7 一直降到了最后的这个1.19 因为我们刚才保存了模型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最后保存那个最新的模型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要查看最新保存的模型 首先要使用tf.trim.latice的checkpoint 然后也把那个checkpoint的文件夹给输入进去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最新的这个checkpoint 是迭代四处为100的这个checkpoint 然后我们开始这样子一回合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好 一个小传单 如果我要拍摄 我们其实没有讨论 我们再看一眼 我们开始进行